先開一張圖 又是永野牙屋 這個應該是《冰冰情人夢》 他飾演的其中一個角色 說明是講戀愛 有男有女 再拍一張照片 再講這四條 就完成了Q&A 我和一個男生約會了幾個星期 他在念書鋪了她 和另外兩個女生的合照 我真的不高興 我應該怎樣質問她 一個女生 看到男生有張照片 自然就喝醋 問專家怎樣做 甚至想質問她 那兩個女生是誰 但留心 約了幾個星期 和兒子約了幾個星期 但她又沒有說 那個程度去到哪裏 有時候有些情侶 約了幾個星期 可能都是很表皮的 手又未拖 嘴又未拖過 朋友式的關係 理論上 其實別人貼什麼照片 是關你春事 女兒其實不應該多問 所以問那個人 其實就是她 情感投資過多了 所以才問專家 儘管看看專家怎麼回答 當然是不行 你應該事而不見 或是做她跟她一樣的事 把你的帶頭照 換成和其他歲哥的合照 千萬別讓她知道 你不高興 她和其他女生合照 她有可能是再試探你 指示和別人再開玩笑 請別抓狂 念書不能完全代表一個人的感情生活 況且你們還沒有定下來認真交往 她又不欠你什麼 如果你表現得愛吃醋 佔有肉又強 可能會把她嚇跑 跟我的答案一樣 很簡單 只要你又不是跟她有什麼關係 我們不要想到這麼高興 是否互相試底牌 或者在試探你 尿咎 可能是專門令到你吃醋 我覺得應該不會 有很多時候 可能還未認定關係 就先放著 有時候可能和兩個朋友 拍照很奇怪 證明她有社交能力 只是社交證明 又不需要過份敏感 專家教你 如果你又吃醋 又不想輸給她 你又是貼一張 跟碎哥拍照 看看她有沒有反應 所以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還未定立關係 就不需要質問 但如果你說 已經承認了男女關係 那就應該要大罪問思 情況就好像 兩夫妻一樣 你看到拍了一張照片 好像疑似出軌 你這樣問一下 是很正常的 但現在你又不是 夫妻 情侶關係 純友誼關係 但是無謂問那麼多 有些事情就 嚇走人就會 好了 下一題 該怎麼讓男生選定約會的日子 有時候 我覺得自己 必須要說出什麼有空 什麼時候有空 才能停止 一直鬼打牆的對話 即是她說 有時候 你問我 我問你 這樣 問也問不到約會的時間 專家 看看怎麼回答 很多女生 都有這個疑問 男生約她們出去 那時候 會一直反覆問過不停 讓女生 想乾脆就說 喂 我周六有空 但是 必勝守則的宗旨 就是不管你們 必須一來一往的多少次 都要讓男生做決定 才不會顯得你太急 所以如果男生說 嘿 想一起出去玩嗎 那你就應該說 好啊 應該不錯 然後她就會說 好啊 你有什麼時間有空 那你就說 你覺得什麼時間比較好 那她就可能會說 喂 明天怎麼樣 身為守則至上的女孩子 你一定要拒絕 太臨時的腰弱 你可以說 喂 抱歉啊 明天有事 那她可能就會說 喂 那星期三晚上呢 你還事得雪 其實我這星期 工作超忙的 然後呢 她就會大概會說 好啦 那周末怎樣 那你就說 喂 周末可以 但不要說明 那一天 她應該會問 喂 好啊 喂 喂 周五晚上怎樣 那你還事得雪 喂 周五晚上有事 然後她 當她說出 喂 周六晚上如何 你終於可以回答 好啊 周六晚上可以 無論如何 都不如自己定時間 讓她開口 設計 必須讓她有追求的成就感 否則她會因為手到琴內 而感到無趣 這裡呢 我要更正一下 這個專家 其實頭那半段是對的 但下面那半段是過分了 首先 我們怎樣 買牙 真是約會 在講Task Game買牙 通常的 conversation 是怎樣 我之前也有些WhatsApp dialogue 大家自己去看看 就是 喂 即是你問她 喂 吃一頓飯吧 她說好 OK啦 即是跟這個專家說的一樣 好啦 你不需要 女生不需要急著說哪些時間 等個男生問你 通常男生就會問 可能這個星期附近的日子 可能有些人很急 就問明天行不行 通常來說 我覺得 如果你明天行 當然要出 不要想太多 不用像這個專家那樣 移到星期六的晚上 他為什麼要移到星期六的晚上 是專門的 因為 想做一個正常的 方式的約會 但不用的 因為香港的節奏很快 你任何時間都可以約出來 基本上 但真的 如果 有一個很微細的條件 是真的 泰國即興的約會 我自己也不太喜歡 我也會推 例如她說 就今天 除非我今天有空 對吧 我心情都還未準備好 有時候 約會之前 今天又會約會 還未醒神就出去 難免這個狀態 不太好 所以通常即興的約會 我就會推 連我自己男人都會推 如果你是即日或者是第二天 其實通常 時間有時候未必那麼漂亮 但仍然可以試 我們男人可以試 試我明天可以嗎 你先預算她不行 所以如果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分開這一步 我通常不會問 明天或者即時 我通常會問 這個星期哪天有空 給她選擇 給她選擇 她就可能選擇 星期五、星期六 星期日 這樣選擇一天 她一定會選擇一天 這樣就分開了專家 一問一答的問題 又說星期六行不行 然後女兒說不行 然後又要逼到 那個兒子 要趕到星期六 晚上才行 這樣 整個過程太複雜了 但她有些道理 總之 終歸一句 太過即興的約會 無論男女也好 男士的聽眾 女士的聽眾 都應該要推 不要表示 我隨便可以約 你要預約 但這樣說 凡事都是靈活的 如果那天 你真的沒有工作 就出去 也無妨 不要說好像來來回回 其實有時候是 沒什麼耐性 問題是 你不擔保 有個男生 可能男生覺得 喂 我問了你四、五次都問不到 確實日期 我不想有空回你了 那你自己去飽 這樣就不約你了 明明一個 好的約會機會 弄到自己壞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做女人 第一句回答好 人家問你什麼日子 你就照實回答人 那你回答了日子 就一定要去 不要說放飛機 這個是謹記 就是女士來講 下一題 我們約會過幾次 一直都很順利 但我接下來 就要出差一陣子 我該怎麼維繫兩個人的關係 才不會因為暫時分開 影響我們感情 我回來以後 可以全簡訊吸貪 準備很久一點 問專家應該怎麼做呢 專家就說 喂 你不需要主動維繫 也不用傳訊息跟他 說你回來了 必須由男生 扮演維繫感情的角色 而不是你 如果你聯絡他的話 可能會顯得你在外地 不是很開心 如果他聯絡你 你可以和他聊5到10分鐘 就去做你該做的事 別傳扇海灘或日出的照片給他 也別幫他買T-shirt 因為你忙得狠 即使你到了外地 需時連連 像是食物中毒 遇到大雨 飛機5點等等 都別聯絡他 等你回家後 也不應該主動聯絡他 他應該自己 記住你回來的日子 然後跟你敲定約會的時間 如果他有心 自然會想辦法和你保持聯絡 這就是專家的說法 有道理的 我自己覺得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女性的角度 其實他是在篩選一個優質的男士 優質的男士包括手承諾 首先這個案子 是說那條女子 其實也是約會過幾次 約會過幾次 很順利 但又沒有說是什麼程度 我相信是很淺層的 可能是吃飯 但剛好這個女子 又要長一點 一會而已 可能幾個月 兩個月 回來的話 其實你們 去之前 你會定了時間 例如我一個月後回來 你跟男生說 那個男生應該會記得 如果他真的喜歡你 他記得了 他自然會問你 喂 你是不是回家 他會這樣問你 他會這樣問你 專家的立場 就說那個男生 是會主動問你 但我自己覺得 拿個中容之道 凡事都沒有那麼勞定 是不是老鳳 一定要男生 測試你呢 就不是的 就應該這樣做 你回來 就是 我回來了 美國回來 印度回來 什麼差事都好 你單聲 等他開淺 那個 conversation 有時候 真的忘記了你 都不知道你哪一天 有時候 你自己都說不清楚哪一天 你只說那個月回來 那個男生怎麼摸 對吧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 索性 真的 你中間不需要 conversation 那些 什麼聊天 那些 那些 報道 可以不用都可以 我自己覺得 你去旅行 你就集中去玩 對吧 你有理望 也有些道理 因為你和他的愛情很淺陣 就是你和他的愛情 但你也可以 譬如 如果你真的 拒絕了 搞了事情 你可以中間 一兩句 OK 可能 兩三天 你去旅行 理論上 你都不是那麼有空 那兩三天 就發一次 當然 看回你們 那個 conversation 密度 如果本身 男生都很受樂 那你當然 每天都可以聊聊天 測試幾句 直到回來為止 但是這個 conversation 這條問題的大前提 是他 跌了幾次 而他又要問專家 他問得專家 就是說水溫不強 他才問專家 如果水溫強 根本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水溫強 他那個男生 都自動不斷 test 你 然後你在旅行的時候 又不斷 WhatsApp 在交流 在交流 那他 這個專家的道理 我是贊同 為什麼 因為那個女生 其實 簡單一點 來說 如果下下 那個女生主動 那個男生 又好像 繞合雙手 其實也要小心 那個女生 不是 那個女生要小心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人 是不是玩家 就是 他可能不認真 是不是 我回到來 你都不主動約我 難道要我女生開口嗎 是吧 是有這樣的意味 通常 那個男生就很耐約 要是是玩家 所以才不頂不吊 一個認真交往的男生 多多少少 他可能未必多說話 但可能 你回到來 都會主動 延續回約會 下一題 我喜歡的男生 提早 一個星期 約我出去 這魔組 約算是有誠意 所以我答應了他 但在約會之前 一個星期 他都沒有消息 我可以傳訊息 跟他確認細節嗎 萬一他到約會當天 告訴我 詳細地點和時間 該怎麼辦 很簡單 即是 可能本來 跟兒子 約下個月的約會 那兒子 那兒子 就說約早一點 他覺得OK 那女生 就說OK 對不對 誰知道 那男生又沒有什麼聲氣 又沒有說那些細節 很心急 問專家怎麼做 我自己先說我的觀點 我通常約人 就不會說約這麼久 遠期 什麼兩個月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除非逼不得已 可能那個女生 又說什麼 又說拆 就擺他遠期 我盡量都是約早期 即是一個禮拜後的事 至於地點子 時間 通常 他實牙實恥 說好 然後又給我時間 例如 我說哪個禮拜 哪有空 禮拜四 禮拜五 OK 禮拜三 沒所謂 他給我確實 我立刻 就CFF 些細節 說幾點鐘 去哪裡吃東西 這樣 CF 全確 莫保就是我自己的時間寶 女兒起碼有一個基本印象 以我的經驗 不要寄望每個女生都記得那些細節 你是要臨前一天提一提她 明天有個約會 出來了 女生才會說有個約會 假設女生提她的時候 她都記得的話 那個女生的質地不差 起碼她有些記性 不代表她不熟悉 但起碼基本做人的資格也有 有些女生是不守信用的 你需要知道 看看專家怎麼回答 她對於約會時間 地點資料是怎樣說的 她就說你不可以主動確認 應該是你忙到沒有發現她 沒有交代細節才對 如果她到約會前 前天晚上或當天告訴你細節 你就做好附約的準備 但也要想好 假如她放你甲子的B計劃 主動確認會顯得你對她有好感 也顯出你的弱點 你應該要沉穩 順其自然 即使你屬於凡事 都要再三確認的個性 也不要用在男生的身上 這就是專家的說法 即是叫她不要主動 但如果那個男生臨前一天 或是當天 叫你給你細節 你就馬上出 不要想 也想定會放飛機的可能性 因為如果那個男生那麼蠻 才確認一些細節 可能那個男生是找你放飛機的 有機會放飛機的 所以這個專家是聰明的 我約這麼多女生 我跟她的面積是完全一樣的 例如我是做確認的那個 倒一會兒 我做男生 我其實可能一個禮拜前 已經講完細節給她聽 再去前一天再確認她 但有些女生你也知道 不丟不釣 倒一會兒 在我們男士角度是不丟不釣 甚至我確認她 她也不丟不釣 那個女生 如果我感覺到她的魚是很斜的 我會照樣 我跟這個專家想法一樣 都會附約的 都會附約的 但是想定Pan B 這個就是進階的Mindset 就是你以為她有機會放飛機 所以你才約一個地方 是大家都方便的 例如可能 一些市郊 那些旺區 你可以順便買一下食物 逛逛街 就算你回家 都是幾個字的時間 千萬不要約老年那麼遠 不要開一些很遠的地方 這些是有點危機的 我曾經說過 我有次約女兒去下百泥 女兒約我去下百泥 我真的有點害怕 因為我要進去元朗 不知道是上百泥還是下百泥 我忘記了 隨便吧 應該是上百泥 我進去元朗 中間那一程是害怕的 甚至你電話確認 有時候她會失聯 有失聯時段 剛好那次 女兒有少少失聯時段 幸好她真的到會 但以我的經驗 盡量免得就免了 令自己恐懼 被人放飛機的恐懼 所以我才簡單 約尖咀旺角 這些肯定沒有死錯人 自己又近的地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Plan B 你要想起來 她會有機會放飛機 尤其是初次約會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又不需要太害怕 以我的收集的機率 大概可能位到20場裡面 有1-2場的放飛機機率 大概5-10% 不定的 要看回那個女兒的質素 即使你前一天提到她 她放飛機 即是你前一天提到她 她說答應的話 第二天理論上 機率是大的 因為她前一天已經準備了 那個思想 那個思想已經準備了 準備跟你約會 你提了她 如果你前一天沒有提到她 那第二天 有機會臨時臨急 她真的會放飛機 以我的經驗就是 所以你前一天提到她 即使她前一天 她說不行了 我明天不行 你起碼我得 也不算是一隻大飛機 一個小飛機 即是你提了她 然後她說不出 那就算了 那你起碼不用省時間出來 或者要預期時間 但給這條稀女 就是這樣 最後一句也是經典的 我覺得也是對的 她說 即使你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應該也不要用在一個男人身上 即是說 你很想確認整個約會 你應該也不要那麼快用在一個男人身上 我自己覺得這樣 如果你謹慎的話 即是你可能 你緊張了 做女生 你去確認那個男生 我自己覺得沒有壞的 又未至於去到這個 兩性專家那麼小心眼 我自己覺得 如果男生見到你那麼 那麼細節 或者也有上心的話 對這個約會尊重是開心的 我自己本人是開心的 即是你也很著緊 我自己起碼我定一點 我就覺得這個約會是實的 就不會說放飛機 我約到出來 甚至是會有一個想法 一定的成數是可以拖到手的 通常一個女生 如果她這麼確定的約會 或者她的細節 說得這麼清楚 還要提醒你 通常是有六成機率是可以拖到手的 在測試遊戲上是可以看到一些這些 但當然還有四成是有機會拖不到的 隔開你的 但是多一點的 比平時那些逆的約會 我們要拿到中監點 你未至於去到很謹慎 去確認那個約會 尤其是女士 但是我們又可以欺負到好處 可能早之前提他一次 做女生可以不用了 如果你真的很緊張約會 也都好像我這樣做 好像男人這樣做 約會前那天提一提男生 看看他是不是出來 他說出了 你明天準備 準備的東西也很簡單 因為你預算了 如果他的語氣很傻 你就很傻 就約會出來就算了 因為有時候 你的語氣都感覺到 他是想不想出的了 也都不需要那麼隆重 我自己覺得 第一次約會就算了 最主要是嘗試大家的誠意 就是底牌 嘗試大家的基本感覺 好了 接下來不會開新的一張 接下來 今天就不會開新的一張 這裏的Q&A就完成了 我應該還未入主張 未入三上一條 我會找一張 也挺有意思的 再講一下 這個我之後再決定 因為我講過有五六個篇 第一個篇 才講三十一個戀愛法則 其實那個是主菜 我們先吃一下前菜 或者是甜品 這個其實是甜品 其實Q&A是甜品 不過我就拿了甜品 做一個前菜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話 也許給我吧 想玩Date Game Like 也可以的 做飯告Pen 多謝收聽